好,收到机器之后啊,这就是这些东西 首先把这个找出来,这个是辅件带啊,一些连接件 带螺丝的这个啊,我们会拧的,带螺丝的这个呢 是固定在你的输送带的这个,这个孔上面的啊,这个是带螺丝的 还有两个不带螺丝的,两个不带螺丝的 是,其中一个是固定在机器这里的 然后找,找螺丝给它拧上 螺丝的话,这里面都有配,给它拧上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固定在这里 你如果说想要下喷,就这样固定 想要侧喷,就这样固定 这个是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铁片 铁片是固定在这个机头的这个地方 固定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是放什么呀,放这个光电感应器 两颗啊,前面这个螺丝是可以拧下来的 穿进去,然后给它固定住 固定住,然后杆子 就是三个杆子 然后有一个十字交叉的架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大概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呢,是固定屏幕的 等一下拍一个整体的照片 还有这个线 这个线是连接 机头 机头跟主机的 轻轻的插进去 插进去之后 这里有一个螺丝 给它拧紧 给它拧紧 拧的时候可以 用手拧就好了 拧紧就好了 就不要让它太晃动 然后另一端 就是拧这个数据传输的 拧这个地方 另一端是拧这个地方 然后给它拧紧 还有两个孔呢 就是这个是光电口 光电接口 这个就是光电刚才说的感应器 它是有一个缺角 有一个凹口 对准插进去 然后拧上 就OK了 然后这个是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 电源适配器是两根线 然后给它接起来 接起来的话 这个是电源 这个通接线板 这一边就是插在这里 插在这里 然后基本上 这就是它的一个组装的过程 这个是整体组装好的 可以看一下 在宝贝里面 这个是钓子 一两个咸 这样 就不须 依然 穿着柄